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說說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有些大事會跟大家說說第一宗消息 香港人都被你嚇死了 什麼事呢? 今早就發射了一支火箭 最初以為是導彈 搞到日本、韓國方面一度發出警報 很多香港人深夜的電話 那裡不是深夜 今早凌晨嚇到網上求救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稍後會跟大家看看 另外也會跟大家說說普京 你也知道他早就被國際刑事法院下令拘捕他 有傳南非那邊就叫他 不要過來開金磚五角 但是現在有傳 俄羅斯方面你有張良計我有過長梯 他有辦法出席又可以有辦法不被人拘捕 那麼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他們是什麼 另外也會跟大家說一件 恐怖事 有一個六歲女竟然揚言 想著要殺了收養 他的 全家 不是吧? 這麼恐怖? 究竟有什麼大仇口? 人家修養你 對你好 竟然要殺了他 是不是真的對他好呢? 還是裡面有些 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我們會跟大家一起跟進一下 當然 世界大事還有一些關於中美的冷戰 是不是升溫呢? 很多 不同的東西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現在會跟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 金仔搞什麼? 你放導彈你射火箭 搞到香港人都害怕 因為我今早就一睜大眼就看到 很多香港人可能在日本玩 你知道現在是旅遊旺季 在網上貼了一些截圖 就像我們之前香港也收到 那個vvv很大聲的vvv警告 什麼事啊? 在問我什麼事啊? 大家就說死啦 是不是打到來啊? 還是什麼北韓? 因為有時候 大家知道那些警報 尤其是日本方面 有些漢字 未必很清楚 大家猜 北韓是不是射飛彈射到日本 有些沖繩人士 日本沖繩的港人都非常憂慮 原來 金仔在今早 試射 不是試射 直接是發射這個偵測衛星 因為運載火箭分離故障失敗 墮入了朝鮮半島西部 黃海海域 他原先有個計劃的 他就說6月發射第一枚間諜衛星 說明要監測美軍行動 他這次的試射 令到 很多人都震驚了 擔心 你搞什麼呢? 誰不知金仔這次 就射不到上天 就掉下海了 但是就這件事 引起沖繩 首爾 就一度發出緊急避難警告 根據 南韓的聯合 參謀本部 指出這個飛行物品 在當地早上6時多 東窗里一大發射 就只有在雷達消失 南韓國家安全保障會 即開會應對 更加在6時41分向首爾居民發出警報 呼籲做好撤離的準備 但是軍方其後表示這個飛行物 跌落到黃海 首爾居民也不受影響 首爾政府承認發出錯誤警報 在早上7時03分左右撤回 日本防衛省指出 北韓就懷疑發射彈道導彈 當地早上6時30分發警報 要求沖繩民眾 在這個建築物內或者地底 躲避 威脅解除之後就在7時04分解除警報了 其實大家一開始不知道 誰知道金仔射什麼 你說射非間諜衛星上去 轉頭弄些彈道導彈來也行 近期地緣政治局勢很緊張 金仔這一下真的令到很多朋友 或者當地居民甚至乎香港人 真的有得震無得睡 神祖流流被你吵醒 原來你 金仔放這樣的東西上天空 但是 他自己也說了 他打算射射偵射偵射 間諜衛星 去監察美軍的行動 6月 他會發射 但是這次失敗會不會 令到他有意 即是叫做再延遲 甚至乎再研究一下 不會在6月 發射這一支 叫做間諜衛星上天空 當然 他 金仔你見他近期也有很多動作 可能經過這一次 失敗之後 他立即炸炸研究 改良 甚至乎 改進了之後 再很快 在6月 就會射到一次 大家真的到時候留意一下 這些警報可能會繼續有的 好 當地的朋友 或者 在附近周邊的地區玩的 可能大家要留意 隔不中要看一下 這些警報是屬於什麼 另外也會跟大家看一看 講開日本 就說了 大家去自由行要留意一下 就說了有日本出現這個 男小偷 專偷遊客的行李 他們是 特意去機場對一些旅客下手的 這樣東西要看看 根據日本傳媒的報導 有一位台灣53歲的旅遊客 就坐這個名古屋鐵道 的特快列車前往中部國際機場 期間就不見了行李 損失大概 8萬日圓 大概4000多元的財物 這個報導指出旅遊客 在一個行李箱裏面有 防凋失的電子追蹤器 令到警方可以憑著這件事 找回行李 在外資縣 豐川市的 一個地方 拘捕了 一名50歲男子 叫小林昌晴 警方更加在疑犯的家裡找到很多個行李箱 就懷疑 疑犯專門選擇前往機場的旅客下手 報導引述有份參與調查的消息人士指出 這位疑犯 承認曾經犯案四十多次 大家出去玩的時候要留意 有些人很擔心 怎樣追回行李 現在真的有些人會買 追蹤器 有什麼事情上來 立即打開電話Apps 就可以很快追蹤行李 究竟發現了他在哪 現在的科技都很厲害 當時說不見了真的很難找 現在就有這樣的科技 同時也反映得到日本 多於原市的治安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好 另外也會跟大家看看 北京 北京 普京有什麼好巧 說到普京現在就想著 是不是又繼續去金磚五角 開封會 談談生意 都明白 因為你始終現在這樣的環境 打仗是燒錢的 普京不想辦法 怎樣去賺錢 他真的隨時沒有錢打仗 最後就自己 收檔 但是 說得明白 人家說你來我拘捕你 現在普京有什麼新招呢 根據 俄羅斯的表示 將會適當 層級參與 在南非召開金磚五角的峰會 南非 最大反對黨已經採取法律行動 迫使政府屆時 履行國際刑事發言的命令 拘捕俄羅斯總統普京 南非方面就已經擺明居馬 他們政府都會受到他們自己的 政黨的壓力 你不做事就隨時就 拉你下台 這個層面上 普京他們自己也有辦法 因為其實 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的金磚五角 會在8月22日到24日召開這個領袖峰會 南非方面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心還是無意 邀請普京出席 但是 你明知道國際刑事法院已經對普京發出這個拘捕令 那你又邀請他 那就擺明就是玩他 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 沒有直接回答 普京會不會親自出席 當然 他們會有 我們說到會有代表 這個代表會不會 之前我們聽過很多遙傳 普京有很多個分身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之前又說他去又說他不去 又說事情出席就最後 真人現身 俄羅斯方面都在這一方面 真的挺厲害的 他懂得玩這些東西 弄些煙磨給你探索 當然他們沒有實際說去不去 不排除 普京會不會 找些替身 假身 找些頭射還是怎樣 甚至乎可能帶著核彈行李箱過去 來啊來啊來啊拉我啊拉我啊我就按核彈了 這件事弄到南非方面也很尷尬 但是有記者追問了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 他說南非那邊說明是會拘捕普京的 佩斯科夫就說 預期金磚夥伴國不會受到這些類似非法決定的左右 所以證明到現在就有些感覺像買大勢 俄羅斯就在那裏不停在那裏研判 究竟南非你是不是真的夠僵抓我們 你一抓我們你遇到些什麼情況呢 會不會是將這件事 上升到一個大的 大件事呢 就要 大家做一個沙盆推演啦 無論南非也好 你看到還有其他參與國的嘛 有中國 印度 巴西 中國是做一個和平的滑船者來的 如果在這個金磚五國開緊期間突然普京出現 南非有行動 中國或者其他國家會不會有些干預呢 或者會不會出聲呢 這個情況也是 有人說到時候剝花生 當然 儘管看看俄羅斯方面有些什麼 慎招高招啦 說到俄羅斯方面 俄羅斯指控烏克蘭派隔 八部無人機襲擊莫斯科 金牛座導彈也未到 就已經派出無人機去轟炸莫斯科 其實看到澤連斯基也好或者澤連斯基的下屬 他們的心 一直都想不要搞那麼久了 反正都是打的 洗濕了頭不如直炸莫斯科 一了八了啦 有這種心態也是明白的 但是一直都不敢做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怕俄羅斯方面有些藉口 又或者 令到整個局勢 去到一個沒辦法收拾的可怕的地步 美國方面或者以美國為首的 他們的西方盟友一直都不建議他這麼做 擔心他們為什麼不拿一些 再強一點的工具給花蘭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怕你亂來 你拿那些工具一會兒走去 大舉入侵俄羅斯 豈不是真的變成千古罪人 這件事也有他們的憂慮 現在俄羅斯就說他們找到證據證明 有無人機就 空襲莫斯科 但是烏克蘭方面是否認的 說開另外 澤連司機 就說已經定出 這個叫做反擊時間 拍片 震奮 說到 熱血反擊 時間表就出了 究竟是怎樣 根據 烏蘭總統 澤連司機 他在日前 演說就表示 已經擲好日了 準備好隨時會反擊 而烏蘭軍方也都指出 在巴克穆特的俄羅斯僱傭兵 雅加納集團 已經 跟俄軍交接了 換句話說雅加納就已經撤退了 澤連司機的演說就是 一如既往 總司令和司令官 會向參謀部作出報告 除了彈藥供應之外 新的軍團訓練以及我們的戰術 還有時機 尤其時機是很重要 我們什麼時候向前走 我已經做出這個決定了 澤連司機 看完之後 就已經告訴你 選好了 當然他不會告訴我們什麼時候走 是不是 打仗一定是這樣的 兵不掩詐 我告訴你 真的是不是什麼時候走 或者是不是明天動呢 你就猜一下 另外也會和大家看看 有一個消息 就是說 有個 女童 竟然 想殺害 這個收養夫婦的全家 收養他的夫婦的全家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件事件就在美國的印第安納州上演的 根據 外國媒體報導 住在印第安納州 一位叫麥可 和 克利斯丁 夫婦 在2010年 佛州一家機構就收養了一位來自烏克蘭的女孩子 叫做 娜塔利亞 因為他就這樣看 和一位小孩子沒什麼特別 當時 這對夫婦更加以為這個女童只有6歲 想不到 是從惡夢開始 那麼恐怖 說到已經離婚的麥可和 克利斯丁 拍片 齊齊指控 這位烏克蘭女童企圖傷害他們的親生小孩 這個男士就指出 說有罕見骨骼身上障礙 這個烏克蘭女孩子 娜塔利亞 其實原來是一個 偽裝成為小孩的大人 他還有反社會人格 嘩 這麼恐怖 有些人外表 他是不大的 就好像小孩子 原來他實際年齡 已經是一個成年人 他利用他這個外觀 就去蒙騙很多人 說到還有反社會人格 更加說到他的一家人 看到一個 這個騙子 精神病患者一起住 非常擔憂 這位丈夫 他說當時被人告知 這位烏克蘭女孩子有朱如正 有一天時間可以考慮收不收養 後來他們也是缺刑收養 因為 想幫一些永遠沒有辦法被愛的人 而出生子 證明到他在03年9月4日 在烏克蘭出生 當時應該只有六歲 這位女士 被收養的父母帶了他回家 幫他洗澡 竟然發現身上的體毛 出現 奇怪了 你明明六歲而已 為什麼你生齊毛呢 更加後來對夫婦在這個女生的房間發現一些 尖有血跡的內褲 後來覺得奇怪 問他 你多少歲 先承認 我越經歷 一直沒有跟別人說 接著 這個女生 就出現了連串的詭異行動 例如在車上嗨尿 把屎子抹在車窗上 即是有些古靈精怪的 變態很噁心的行為 男士更加提及到 這個女生更加會收齊的工具 刀刀刀刀刀 為什麼 曾經原來對著這位收養父母的父親說到 我要在你睡覺的時候 堆壞你 這樣 亦都大爆了這個烏克蘭女生 曾經把這傑尺劑 倒進去 他收養父母的飲品裡面 企圖毒殺 這件事件 後來 就受不了 最後就要 叫做 向法院 申請 就覺得這個女生是有些 怪的 其實有些詐騙犯罪的分子成份 他在2012年被人送進精神病院 診斷出一個反社會人格 因為言語騷擾男病人被要求出院 但是這對夫婦深信他已經大了 認為他出生的年月日是聶造的 所以向法院申請更改出生紀錄 認定他是 1989年出生 比原本的年齡大14歲 代表他已經是大過兒子 大過兒子 這件事件 就說 後來 女生 被人安排了一間 破舊的公寓 但是由於他的身體一直都長不大 他沒有辦法獨立生活 甚至他自己不懂煮飯 只能夠吃外賣或者杯麵 靠著政府派發的食物券過活 後來因為沒有錢交電話費 電費就被停電 當局先介入調查 認為 這位女生被人遺棄 雖然已經成年 但是受這個朱如正的影響 雖然依賴父母 後來竟然被告這對夫婦 因為疏忽撫養 放養 三年就告上法院 最後 在去年判無罪 男人判無罪 老婆在原定今年2月受審 但是案件被駁回 這件事件 都非常 令人悄悄清奇 被人拍了上戲 有些紀錄片 究竟他是不是 有另一個 有人說他是不是會有雙重人格呢 也可能不奇怪 因為他的出生 身體 或者可能 地方的環境 成長環境 經常被欺負 導致出現了另一個人格出現 也不表示理解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一宗消息 美軍和中國殲16戰機在南海近距離 互相挑釁,不是吧?搞成這樣又沒有什麼升溫呢? 根據美國印太司令部發表聲明指出 指出中國解放軍一部殲16戰機在上星期的南海上空 近距離對美軍作出不必要的挑釁行為 聲明強調,美國將會繼續在國際法容許範圍內 安全既有負責任地飛行和行動 究竟是怎樣的挑釁性行為? 原來美方指出這件事件在南海的國際空域 由於中方殲16戰機干擾 迫使美軍RC-135偵察機在機尾的擾流、亂流當中飛行 很危險,很容易就被炒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 根據一條視頻看到 一架戰機從美國的飛機機頭掠過 令到RC-135飛機在亂流當中搖來搖去 被一些擾流影響得到 這件事件亦引起另一個問題 究竟中美之間的關係 之前也在冷戰 甚至乎前總統特朗普的時候也在冷戰 其實相比特朗普年代 那時候也沒有那麼冷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都還有辦法談 你看到大家還可以交談 可能是官方的會談 甚至乎真的可以談到 但是現在看到 說到兩國防長會誤告吹 那麼中美關係是否再進入一個新的冷點呢? 尤其是中國的熱氣球事件 令到中美的關係僵局 但是一直都打破不了這個僵局 再加上近期拜登政府不停頻頻出手 全方位 晶片 關於企業 甚至乎還有其他的軟件等等 都紛紛禁止 總之涉及到中方的事情 他們都會大做文章 令到近期 這大半年 中美關係真的突破一個新低點 原先有美國傳媒披露 美國國防長奧斯丁向中方提出 想著在這個星期尾在新加坡出席這個年度的 康格里拉安全論壇的時候 就跟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會面 但是中方就拒絕 看得到兩國的關係都還未緩和 外交部發言人毛玲表示 當前中美兩軍對話面臨困難的原因 美方很清楚 這件事件本身是大家想著 可以有辦法談論的 但是現在中方又斷言拒絕 為什麼有人覺得 李尚福擔任國防部長前 已經被美國制裁 這件事件再加上佩洛西 再加上那種氣球事件 總共加起來 令到現在中美的關係還是惡化 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緩和呢 看來也有段時間才可以 這件事件會不會導致一發不可收拾呢 這件事都不是我們想看到的事情 另外美國制裁十三個中國人 只用他們生產一些毒品 美國對於中國和墨西哥十七個實體或者個人實施制裁 只用他們參與 他們生產含有太分離的假藥 運到美國 有些假丸仔或者毒藥 這些東西 在美國方面 因為現在毒品方面都很嚴重 所以現在他們都要頻頻出手打擊一下 另外跟大家看看 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方面扣押了一艘中國船 指出他們非法打撩英國二戰沉船 因為在1941年 在馬來西亞彭亨關丹外海 被入軍擊沉的英國戰艦威爾斯親王號 和反擊號在海底沉碎了十幾年 而說到船上的裝備一直都被人非法盜竊 一艘中國貨船在上星期涉嫌非法打撩這兩艘軍艦的文物 而被馬來西亞海事執法機構扣查 這件事件會不會有些外交問題呢 這樣就看看怎麼搞 因為現在有些人覺得 因為裡面有些軍艦 軍艦有些漂亮的鋼材 或者可能有些炮彈 有些文物值錢的東西 可能有些人拿出來便變賣了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件事件 說到在美國又發生槍擊案 荷里活攤出現槍擊案 最少九個人種彈 真是亂 說到在美國東暗時間 5月29日 即當地陣亡仗士紀念日的假期傍晚 佛羅里達州海灘由歡樂場所變成槍戰場所 開心派對變成槍擊案 兩幫人在人滿遺患的木板路上發生衝突 繼而拔槍出來開槍亂射 據報有九個人種彈 其中最小的那位傷者一歲 陰光 一名嫌疑犯已經被警方逮捕 有另一名再逃 非常恐怖 對 那裡有很多人在曬太陽 或者在遊水 為什麼會在人多的地方這樣 真是不知道 所以美國在這方面都頗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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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 然後突然撲出來拿刀狂筒 更加搬舊大石 扎向這個少女 更加起飛腳踩她 真是兇殘到極致 但是說到現場有很多路人 經過竟然是冷眼旁觀 甚至乎避開 沒有人幫忙 最後這名少女就服侍在行內 為什麼會這樣 場面非常血腥 看到有閉路電視的畫面出來 令到人覺得 為什麼這些路人 可以這麼冷血 只望不出手制止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集再講其他事情 拜拜